在这个滑梯上发现了一个龙战的戏丸呗 这个好像是一个 触手形态吧 听一下声音 哇果然是触手形态 哎哇塞 这里面有条小鱼还是活的 还是活的 然后前面这里哎 这个是一个龙战的戏丸的一个反射形态 不过他的姿势也太酷了吧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鳄鱼 这个好像是那种解压的玩具 哎前面还有一个龙战的戏丸 这个好像是一个火焰形态吧 哇哎这边还有一个 这个是白色的 他应该是一个防御形态 我们给他放在这里 哎 这个难道是没人要的吗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人 有人吗 有人吗 哎好像没有人呢 然后这边这些东西呢就先放在这里 我们去那边玩一下那个超帅的大话题 然后顺便看一下呢这边有没有人 这边小心一点 那个大话题呢就在前面非常狗 超级刺激 哇我们试一下 从这边这里 在这边 哇这里面不会危险吗 我们滑下去 哇 哇塞 哇 这话题也太好玩了吧 我们看一下这边也没有人 哎好像没有人呢 哎 这边好像是什么诺仙 这个好像是一个笼杖的一个变身器啊 哇 我们看一下从这边 这边好像有点高啊 我们看一下从这边绕过去 这边这里应该能爬上去吧 哎 哇塞 这有一个箱子 哎 这里边好多东西啊 这是一个盲壳吧 好像是一个汽车的盲壳 还有一个这个东西 这是什么 然后这边还有 还有两包最新的奥特曼卡包 还有一个笼杖的锡丸 这个好像是一个飞扬形态包 哎 翅膀 既然有三个翅膀 我们给它安装一下 哇塞 安装完成 超帅的一个飞扬形态的笼杖的锡丸 我们试一下声音 哇 飞扬形态太厉害了 我们先给它装起来吧 然后我们去上面看一下刚刚那个 楼杖是 哎 这边有两包奥特曼卡包哎 看一下这个里边 最新的一个五元包 哇塞 竟然出了一张USR USR的一个 奥特人造机甲赛楼 我去 这卡片好帅呀 先放在这边 然后我们从这边这个爬网爬上去看一下 能不能拿到那个笼杖的锡丸的变身器 哇这边有点高 但是应该还好 哇 哎 哇 爬上来了 这边这个在这里 哇 哎 可以拿到 哇可以拿到 哎 这个卡住了吗 哇拿到了拿到了 它在后边这里呢有一个按钮可以一键展开 哇塞 变成一个笼杖的锡丸呢 这个先放在这个盒子里 然后我们去那边看一下你能小鱼还在不在 这边果然没有人呢 这小鱼太活泼了吧 你给它放在这边吧 放在这里了万一有人来找就在这里 好像在guro杂的锡丸 什么 帅